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未来财经 昨天的视频由于视频内容压缩得太厉害 有些观众没有看明白 幸亏还在周末 所以对大家的操作影响不大 本期视频会多花两分钟的时间再简单地解说一下 给出现阶段如何看待长期投资是不是存在误区的观点 最后是应观众的要求 给出贝拉云六只股票的最新更新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先简单回顾一下昨天的视频 特斯拉创下在世界股票市场的历史上 市值蒸发最快的记录 注意是市值不是下跌幅度 下跌幅度超过40%的比比皆是 除了大盘的原因之外 市场给出特斯拉下跌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下跌的原因是杀估值 同时特斯拉的利润正在受到挤压 主要是来自于监管信贷收入 减少和电池的材料成本增加两个方面 但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盈利上升是肯定的 这里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股价的第二个下跌原因是 先发优势效应开始减弱 许多新车型进入市场 所以特斯拉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几成定局 这是这轮下跌的主要原因 请没有看懂的观众注意了 这里指的是市场份额不是销量 市场份额下降是一定的 但销量上升也是肯定的 第三个下跌原因是 过热的多头膨胀效应减弱了 但我认为或许历史会重演 所以不要尝试去做空特斯拉 很多人说视频中特斯拉的好处都没有提 其实视频中说了 特斯拉的十大催化剂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 这里就不重复了 特斯拉要说的东西太多了 如何计算估值 如何看ARK的模型 除了是个造车公司 还包括自动驾驶 出资车服务 能源业务 星链计划和SpaceX 虽然是独立的 但有辅助作用 还有更多 我之前总结出来的 远远比大家评论区给出的更多 为了控制每期视频的长度 不能每次都重复提 视频的原文 大家可以看一下贴图 这里补充一点 近年的十大催化剂中 两点最值得关心 实际交付数量和FSD销售情况 特斯拉官方给出的 实际交付数量的指引 只有75万辆 说老实话 是低于我个人的预期的 特斯拉内部传言 目标其实是100万辆 这个才是符合小马哥的特性的 借此来玩爆空头 我个人分别在661 620和580三次加仓 我承认对特斯拉的困难 判断不足 这三次加仓都是失败的 虽然我是特斯拉的多头 希望达到万亿市值 但必须理性地面对 现在的市场环境 给出客观的分析 希望更多的观众 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买到比我更好的价格 上期视频中 我也给出了完全退出 特斯拉的几点思考 大家看一下视频贴图 这些情况如果发生 我个人会选择退出 这里必须说明 这里所列出来的五个条件 是非常苛刻的 如果都成为现实 那么就代表特斯拉的基本面 发生了重大变化 或者换句话说 所列出来的这五点 特斯拉如果都能够做到 公司依然伟大 反之则被超越 昨天视频的最后 给出了对整个板块的展望 视频的原文大家看一下贴图 我每次介绍公司 哪怕我自己持有这只股票 都会优先分析公司的现阶段弱点 魏律胜先失败 是我一贯的作风 同时给大家看到事物的两面性 好公司和好股票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希望没有看懂的人 可以重新看一下视频 最后 如果特斯拉的不确定性 持续升高 不排除继续下跌 特斯拉对资金的需求 是比较大的 市场上有更多好的 风险更低的 成本更低的股票可供选择 胜利面前必然曲折 这只是我个人观点 大家千万不要明天就大仓位 冲进去抄底了 还是要看看接下来市场的态度才行 我也会继续跟踪特斯拉的发展 特斯拉是信仰股 跟最牛的人混是总的方针 但要保持理性 高抛低息是股市赚钱的不二法门 特斯拉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股票 信息相对透明 市场研究透彻 这说明会被充分定价 价格会是相对公平的 这对我们散户是有利的 如果你手中持有较多的特斯拉 和这位观众一样 可以适当增加对期权的操作 降低持有正股的风险 同样会获利不菲 昨天的留言中 还有人提到了长期投资的问题 这里我也来给出我自己的观点 长期持有学习巴菲特 股价迟早能回来 这种说法看似正确 然而有一个人却说 他只考虑短期问题 这个人就是课本上经常出现的 大名鼎鼎的凯因斯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造成巨大的供给过剩时 凯因斯提出 政府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 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 可以提升就业和增长 这种时候 他只考虑短期问题 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最近出现了许多盲目被动的长期投资者 下跌中 长期投资就是法宝 其实大多出于无奈 而且 这其实其中有很多认识误区 一般来说 只要时间足够长 股票指数总是会创出新高的 这是正确的 但落在板块和个股上就不一定了 所在行业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 如果整个市场在我们买入后的一段时间中发生了本质变化 就应该放弃长期投资的念头 因为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将侵蚀掉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投资利益 我们炒股 短期看资金 看消息发酵 看市场情绪 中期看估值 看发展质量 看机构偏好 长期看基本面 看公司发展 看政策风险 同样 在上期节目的最后 我们谈到了电动汽车 为何长期看好的底层政策逻辑 如果没有这个逻辑基础 长期持有就是瞎扯淡 2020年以来的这一轮牛市 宠坏了一大批投资者 翻倍都是正常 但实际情况是 每年10%至20%的预期收益 已经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很多股票是2%的年收益来自分红 8%来自于股价上涨 请大家合理地看待长期投资的收益预期 最后 合理规划投资期限和投入资金 在目前大放水的市场环境中 多考虑一下凯恩斯的观点 尽量避免一次性把所有的钱 都用于长期投资 更不能采用高杠杆进行长期投资 下面 因许多观众的要求 给出贝拉云6只股票的最新更新 我们先说总的 所有的股票给出了两个买入空间 第一个买入区域 是给出建立观察仓的区域 如果大盘趋势是向下的 可以参考第二个加仓区域 如果你错过了没有关系 错过了就错过了 还是会有机会的 一般而言 除非大盘出现非常大的调整 否则不会做更多的更新 Adobe周五的最低点是423.7 所以已经进入400至425 之前给出的价格区间 基本面我们就不说了 数据说话 Adobe的机构投资者 持有85.8%的股票 最新有34笔内部人事购买 现在有2769家机构 持有Adobe的股票 综合最新的所有券商信息 28家券商在400至425这个区间 给入了强势买入的信号 我们来看CRWD 显然根据我们给出的价格 还没有到达可以开观察仓的区间 公司已经成为终端安全市场的领导者和颠覆者 虽然CRWD的用户数量已经增长迅速 上个季度同比增长超过80% 但公司目前的估值还是太贵 离开我们认为的安全区间还是有一段距离 如果市场再次出现大的回调 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CRM这只股票 也在前几天短暂触碰200美金的加仓关口 我们还特地做了一期视频 提醒大家 190-200是理想的加仓区域 今年上涨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制 因为Slack的收购案 分析师对未来一年的盈利能力低于预期感到担忧 所以这是一支在市场恶劣环境下的优质抗跌股 但要指望短期有太大向上的作为 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来看ServiceNom 目前ServiceNom的股价是486美金 虽然达到了开观察仓的价格 但在熊市中如果有机会 可以试试425-450 这里有更好的安全店 与ServiceNom这样的大公司相比 ServiceNom这样的小公司承担的风险更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有一起黑客入侵事件 让股票曾经大跌 另外从估值角度而言 公司的估值比ServiceNom更高 在杀估值阶段 面临的风险也越高 不过事物总有两面性 如果你想赌成长性 ServiceNom的规模比CIM小 这意味着它能更快的成长 具体如何做 你要自己去平衡你股票 持终的风险和回报 Zendesk这只股票 虽然短暂触及126 但暂时拒绝大幅调整 Zendesk在整个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表现 非常强劲 此外 随着全球经济开始重新开放 旅游和酒店业客户的需求 也有所回升 该公司最近一个季度的调整后 每股收益增长了42% 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4% Zendesk管理层改善的销售前景 也有助于提振该股 公司最大的不足就是目前还没有盈利 虽然每年30%的速度 让大多数分析师比较满意 如果能保持盈利之日可待 股价方面和其他股票一样 熊市中需要特别谨慎 可以参考第二个股价区间 最后我们来看Autodesk Autodesk最近已经进入了第一区间 但基于最新的财报 最好还是贴近220比较安全 下面我们给出原因 公司公布的2021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净收入猛增近7倍 但这一增长主要和税收有关 公司各项数据看起来很强劲 营收持续增长 利润率健康 基于云计算的服务也很有粘性 但其指导意见却不尽如意 主要是因为它已经将大部分桌面软件 转型为基于订阅的云服务 继续高增长会显示出疲态 目前的股价来看 估值水平也远高于其他 例如Adobe和Salesforce 所以还是要谨慎一些 最后还是强调 不要追涨杀跌 减少操作 虽然说富贵显中求 但股市中是动得越多 错的也就越多 内心清澈 一时涨跌 就只当它是伴奏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特别说明周末视频中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之前写好的 数据方面或许没有更新 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批评指振 所有视频中的观点 仅仅是我个人的分享 不是投资建议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点赞转发和订阅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